早上,今天是2024年2月5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開市追渣故 今早我們有獨立股評人唐牛 和我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市 唐牛,今個星期大使有什麼焦點? 早上Mendy,今個星期看看內地數據 還有今個星期有爸爸的業績 看看今個星期會否做得更好 觀眾朋友,如果你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內減低你的稱呼和留言 待會回答大家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市況 美股做好的道指和標誌在創新高 美國飛龍新增積位遠超預期 減低市場對減息的憧憬 道指低開後回升 收市升134點 收報38654點 升幅0.3% 標誌收市升52點 收報4958點 升幅1% 納指跑贏大市的收市升1.7% 納州股市各別發展 英國股市要向下 法國Dex和英國股市要向下 法國和德國股市是靠穩的 另外納指金融中國指數要跌超過1% 一起看看焦點美股 焦點美股是普遍做好的 Meta的業績超過市場預期 兼宣布牌息 股價急升兩成 創出新高 Amazon收入增長理想 加上前景指引樂觀 股價也彈升7% 但蘋果大中華區的銷售 跌幅大掛市場預期 股價要逆市向下 NVIDIA再破頂 升5% 收報661.6美元 AMD也升4% Intel要向下 以月託證券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美團給本港收市低2% 折合港元再次跌穿62元 惠控和比亞迪都比本港收市高 看看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境平均指數現在升110點 升幅0.3%左右 去到36268點 首爾綜合指數跌33點 適量普通股指數跌幅要超過1% 最新7825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也要跌74點 最新去到1856點 和大家跟進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現在最新的情況 向下跌41點 恒指在15300點左右 和唐流討論外圍的市況 美國大市看到道指上日再創新高 1月份非農新增職位升至353,000份 市場原本預期升18萬份左右 今次最新的數據又是大幅好過市場預期 失業率率低於預期 值得留意的是1月份 默契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的中值 是79 是2005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數據強勁 道指和標指再創新高 現在預期3月減息的紀律 已經由之前預期4成左右 只剩下2成左右 第一就是 現在之前大家都有些 譬如經濟軟著陸的憂慮或者恐懼 現在都好像消除了 你覺得美股現在的良好的氣氛 是否能夠維持一段時間呢 都維持一段時間 是 是否可以繼續延續的 你看上星期五的數據都知道 即是經濟數據這麼厲害 非龍的新增積位比預期多這麼多 變得大家就會覺得 你的經濟這麼厲害 那不用減息了 是 高到過息 不減息嗎 應該會跌 不是的 新高 你看到道指又新高 標譜又新高 你就明白了 即是根本 市是要強的話 那些息口 其實你可以是一個叫做藉口 是 那你要強的話 所有東西都能扭到一個好的因素 是 結果就是這樣升 那這一刻 那個氣氛一定是可以持續住的 是 還有 始終近來的業績 你看到都參差 有些是非常之厲害 是 有些沒有那麼好的 但沒有那麼好之餘 它都會很快就能夠坐上來 是 所以 都真的挺硬正的 上個星期都真是特價時段 是 你看到有幾隻 你說Google AMD 那些 Microsoft 曾經因為業績下來了 都很快都 抽得上去 我想 維持之前的說法 其實 反而我是不太喜歡減息的 是的 減息是因為經濟不行 所以才減 只要經濟好 夠強的 其實 息口照高企的股市 都一定可以照炒 反而是怕你說衰退 會不會在企業裡面 你差 令到市落 這個反而大家要擔憂的東西 是的 現在就是策略上 在高位 你預期會持續多一段時間 首持股份的 你會建議大家 是保持賺 保持賣 保持賣 還是說買了 其實現在在這樣的勢頭上 大家可以多坐一段時間 兩個玩法 如果你說 我很喜歡炒股票 很想過手印 炒上落 絕對歡迎大家 例如你說 某些股票 破頂的 可不可以 就是NVIDIA 炒得咦咸咸咸咸 都很想吃下壺 600 不知多少錢 尾數都忘記了 600多了 你也是想吃下壺 那可以的 釋除專便 問題就是 你究竟有沒有信心 是你沽了之後 在低位賣得回來 還是沽完之後 你又會再高追 所以你要避免這件事 最簡單就是你不要沽了 有些朋友都是 我先沽一沽 拿些錢去旅行 那些 沒所謂的 你喜歡怎樣去消費 都可以的 但總之 升浪未完 或者走勢未完 就不要沽了 因為最怕你走了之後 你又不知去到800元才搶回 那怎麼辦 那就浪費了 你說 如果不是太喜歡走來走 就先坐著 睡醒了 看看贏多少 真的特別可以做 不如具體一點問 因為你剛才說 就是不同的股份的走勢 都很容易 META上星期四 收市後就公佈了業績 是 無論是收入 每股盈利 日活約用戶 三個數據 大家關注的都好過市場預期 是 再加上排息 又有回購 前景指引也是好過市場預期 所有東西都好 所以股價單日大升了良成 創出新高 去到474.99美元 多間大行看完業績之後 都上調了META目標價 上銀說最高可以升到655元 高盛最新都是看500元 現在的情況就是 面對這些職休 但是單日大升的股份 你建議大家怎樣做 可不可以追入 還是等它有一個回調才買 先等回調 始終都升了這麼多 不是一定要跌回去補裂口 我想你即使做一些回調 其實都可以 有機會買到 因為它裂口之餘 之餘再離枝洋竹 也夾得挺厲害的 所以你看看 有沒有機會 回補一下少少裂口 那一刻才買 就會安心一點 始終你買過別人兩三成 還要人家破頂 即是差不多破頂 來出業績 那這一刻 你唯有等 沒辦法 我都沒有 META 始終美股每次都升 你可能每次都有 那些就被人稱讚 我自己的心態是這樣 即是你說我拿著其他股票 這一刻都不會怎樣追追META的 那你就由它升 Amazon我都沒有 就是兩隻業績後 競升的股票我都沒有 但是不要緊 那你拿著其他的 OK 那你 總之七紅裡面 始終有幾隻 應該舒服的 或者晶片那些 有一兩隻 應該都夠做的 是 因為其實它 第一就是面對 美股的氣氛很好 第二就是業績 也叫做非常之好 所以其實它那天是高漢 也不少的 即是到459元開始 它上一天是未夠400元收市 但是到了全日交易完 其實可以再跟你升15元 是的 所以你說要找些什麼價位去買入 其實就真的很難去定斷 我想你這一刻 你說我買來坐的 是 即是神經病 你升了這麼多才說買來坐 是 不是買來收息 OK 當然我不知道你拍了多少 是的 但問題是你買Facebook 不會打算收息吧 即是我想多一個賣點給你 即是我想這一刻你進去長炒 一定是短炒的 是 總之在momentum trading 是 夾飽一些淡倉 不知道會不會是業績前人做一下淡 夾飽它 我想你純粹看著momentum去做 所以你炒到這樣 你就很難用日線圖看的 是 比如說看小事圖 甚至分中圖去駁它 有些破位跡象 去駁它 我想就會好些 那這個就自己晚上看著來做 即是短炒的話 或者你也沒有興趣去看 因為業績很小 但是或者這樣說 即是都是職休的 都是隨著大市的氣氛好 加上行業OK 都升了 就包括你剛才說的Amazon 是的 譬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Meta真的想買 但是單日升兩成 又真是害怕的 譬如說它和Amazon之間 如果業績都是好的 但是一隻只升了7% 一日升20% 你會怎樣秤呢 其實 Amazon其實都OK 不過我看它 我純粹 而且它很實在地 是它那個銷售 即是在假期旺季的銷售 真的做得好 是的 只不過就是 可能那個夢 就沒有這個Meta那麼強 始終它都是做實業 可能那個走勢 就沒有那麼強 但是我看回它 應該都還沒有破頂 即是比起之前的歷史高位 就應該還沒有破 所以應該還差一點 這個是結線套 是的 所以變得可能那個力度就會差一點 你說這一刻 如果你要我選 可能我會選 Microsoft 即是MSFT 是 因為它始終真的破了頂 但是它那個夢 又會比你說Amazon 就會強一點 是 你始終炒這個 ChetGPT 等等 似乎那個科技含量 我自己看就會再高一點 是 所以如果你說 估值又不是真的很貴 不是NVIDIA 那些級數 所以這一刻你問我 可能我會選一隻MSFT 如果你說是舒服一點 你自己有沒有 這隻 你是不是那天 業職員 不知道為什麼掉下來的時候買 還是你早點 我早就有 我那時 就是ChetGPT的時間 已經入場了 沒有 一直坐 很舒服 這隻就 相對好一點 就是 有點像 我當形容為香港的騰訊 那樣 慢一點 就是會突然 那些很害怕的 那些大上大落的 舒舒服服地坐在那裡 我覺得這類型的 就適合一些 你說一路都沒有買 或者想入場 還有你始終Microsoft 你一定會見到 碰到 是 變了你買下去又會安心一點 你會熟悉一點 是 不過這個也是很適合我 我還是喜歡穩慎一點 就是你大升大跌的 其實我真的承受不了 是 即是高追 然後人家可能回一回 我又被人震走 這個也是一個好選擇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好 看看恆生指數 上天的情況 恆子上星期五 先升後跌 上星期五 高開189點後 升幅在一度擴大至超過300點 高位的時候 升穿過一條10天和20天線 下週 A股向下 恆子要轉跌 收市要跌32點 收報15533點 跌幅0.2 波子跌22點 收報3043點 跌幅大於大市 跌8.7 國子跌4點 收市 收報5218點 騰訊和吉利 逆市向上 大市全日成交1031億 北水連續第四日 綠德淨流走 上星期五 金額是39億9千萬 淨流入最多的是若名康德 股價再度急跌21 但有2億2的北水淨流入 同樣急跌超過兩成的若名生物 都有1億9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中國移動有3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看看淨流出 最多的是騰訊 有11億8千萬 盈富基金有10億7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恆生國子ETF有5億的北水淨流出 所以我們可以看見 有4億的北水淨流出 但是我們可以看見 有4億的北水淨流出 在北水淨流出